自己的政治利益 為何他要這樣做呢 因為公眾 因為有人信這套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看這些statistics 人們是反感的 關鍵的問題都不是說 那是人權問題 是人權範疇的東西 一定享有這個權利 我們要繼續去分析 如果連這個問題都說不清楚 是很難的 另外我們也看到 有些好像我們說 香港社會有種好像乘巴士 乘巴士來到的時候 未上車的人過了 上車的人覺得 為何不站近一點 但他一站上去 就不想動了 後面那個人來 就覺得你的空間窄了 被迫又蜜又蜜 要說有多少空間 我才能給得到下面那個 在下面的時候 他從來不會說 上面有多少空間 洗到上面的人會不舒服 還有位置 當然還有位置 其實我們那個 鄉社會的文化上面 或者我們人的素養 是未對權利很內化 在知識層面上掌握不足夠 亦都在價值層面上未去到內化 更加在行為上 他未必去到一種 將它變成保護的東西 反過來就是因為 那樣東西每次都是拿來 對用 拿來主義 對用就先拿去 所以最後他最重要的精髓 其實是很容易動搖 所以你看看釋法 過往 第一次釋法的時候 大家會害怕 現行黨那套東西 可能這樣釋法 推倒我們法庭制度 真的很嚴重 但是現在開始 大家覺得釋法都好 還有 完全大家平白 釋法 那是一個 吃裸裸的政治過程 達到政治目的而已 和法律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的 大家相信釋法的結果 一定是可以排擠他們的 這個外容的居留權 如果你這麼肯定 那個就不是法治 你很清楚 那個不是一個法治的手段 去做 所以可能有部份人都覺得 無理由法律會是寫出另一件事 這個另一個可能造成這種現象的情況 但相當程度上有一種就是 就是罵來主義 你 總之我搞定他就可以了 金獲我信爺爺 所以爺爺 侵犯法治 動搖法治的東西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有些 公民黨 湯家驊 他說 沒有問題的 基本法是這樣寫的 要釋法 他不是說這件事 是說另一個案 是這樣寫的 釋法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 如果稍為對這個法治觀念要有的 就是 你由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 按照法律的原則去解釋法律 雖然基本法 哇 爺爺可以這樣解釋 你都不可以說 跟了這樣做 是對法治沒有影響的 那他就很legalistic 突然間就跟基本法做就可以了 但基本法有些條文你都不能接受 所以其實你看到 即使是很前線保衛人權的人 他裏面都是在這些問題上 搞得不太清楚 所以其實人他的價值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在於他服務到我的即時利益 所以他的基礎是很薄弱的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但是 亦都說人權的基本性 就是人的基本需要 沒有了他 我們就沒有了那個 基本上安全的感覺 免受恐懼的感覺 或者個人發展的空間 或者跟其他人 平等在社會裡面生活 那些起碼保證 因此呢 即使我們怎樣公利也好 他都最後呢 是會某種程度上 保護到一些很重要的空間 所以我們香港的情況呢 就是 為何禁公利都還可以呢 幸好就是人權 很多時候呢 都會變成你的Need 首先是你的Need 然後會變成你的Demand 是你的需要 而且會變成一種需求 可能你會提出來 在異角度的一些需求 所以呢 某種程度上呢 我們的權力是保障到的 但是 就由於他是公利主義 就變成少數人的利益 很容易受犧牲 所以一些 剛才說的 譬如俄庸的例子 或者 性傾向 同志 他們的權利 很多時候就會在社會上面 會被 忽略了 甚至被否定了 原因就是很簡單 就是 對用才是嘛 所以很多這些問題呢 如果是小神的利益的時候呢 就在我們香港人權體制裏面 會出了很多問題 回到我們看我們的架構 好了 有些東西寫在我們的憲法裏面 基本法 97年生效 這套東西呢 其實造就我們香港 很有趣的 有一個 在《基本法》之下呢 第一呢 就是 它有一大堆的 所謂權利條文 尤其第三章裡面 有些最傳統大家見得到的 什麼習慧日傑寫 甚至是示威權利 沒有什麼國家寫示威權利 通常是表達權利 或者是和平集會的權利 但是叫做示威呢 是多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至少和那些東西 或者字眼上是多了出來的 但其實實質上應該沒有大分別 因為現在在國際體制裏面去看 那些東西是共通的 一個權利和第二個權利很難分的 那裡面通常是混在一起來講的 所以香港的條文寫法呢 其實它有自己的特別寫法 但是在法庭的層面上面 都很多時候都會用國際的標準去看 那麼 這個《基本法》39條呢 它的寫法就是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以及國際勞工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規動呢 是繼續有效的 那麼就透過香港法律 加以實施 糟了這句什麼來的呢 複雜了 那麼大陸的說法就是 未透過香港法律 你不會實施得到 那麼 但是香港法庭呢 就通常是 在政治公民權利那一部分呢 就覺得有 差不多《基本法》本身就已經是了 因為《基本法》裡面有一堆權利條文 雖然條文和公約是有些差異的 但是差不多 它會將它接近來用的了 那麼 然後《公約》裡面 即使沒有明顯的文字 擺了在 《公約》的權利 擺了在我們那些具體的條文裡面 例如《第27條》 講到什麼集會、結社、出版 什麼什麼 沒有特別這樣寫 但是呢 它都因為 《公約》裡面 它理解 《公約》通常有那堆東西 所以 很多時候就覺得《基本法》本身呢 就已經是 將《公約》直接引入來 那些權利條文 另外就是《人權法》本身 對嗎 也都引入來 那麼所以 在 在我們香港法庭裡面呢 基本上第39條呢 是作為香港的 所謂 違憲審查基礎 它不只是 要來 去量度 某些政府的決策 行不行 還會量度 香港的法律 行不行 無論是先前的立法 或者 97年前 經過生效之前 或者經過生效之後 就是97月1日之後 的法律 或者同一殺了 一起生效的 或者接近一起生效的 一些其他事情 它都會是用這個把尺去量度 那麼 其實說實話呢 人大法工會 有些人 出來開記者會 已經說過 我沒有想過 基本上第39條呢 就未必是一定敢理解 也都有一些很多 所謂中國式的學者說過 但沒有正式呢 就在一些釋法的場合裡面說 他們都是用一些所謂記者 和記者談的形式去表達 所以暫時來說呢 我們的體制上面 就沿用英國的法制 我就不理你了 總之你符合這個 基本的39條 裡面講的公約 必定出來的標準 我就說你無效了 那些事情 因為 第39條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 就是說 任何的香港人的香港居民 的權利和自由呢 是不受限制 除非呢 就要 以法律形式規定 這就是第一樣 形式有限制 第二呢 他就說 而且這些限制呢 必須跟上面的規定一樣 不抵觸 上面那些就是 剛才說的公民權利益的政權 國際公約 基地社會民間的國際公約 和香港的國際公約 所以他就將國際公約 引進來 做涼袋 因為那裏寫命 不能夠跟它抵觸